国与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堂善书 因缘与果报 主注先佛为寄宫活佛 福鸾为通天圣彼王生 寄宫活佛将 诗曰自古人生一场空 沧桑世事任西东 横心舍去江湖路 患骨脱胎一缺终 圣事无今日降注因缘与果报 第22章 使人经不转生张禄 圣事一个人在人道时若充满执着 转生鬼道也会一样执着重宠 转生天人也一样会有无名执着 故在人世时能修得欲清净 则不论转生任何地方才能自在放下也 徒儿随为师上连台 准备出发著书 徒儿遵命 此时既佛口念真言 堂外献出连台 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快速飞往目的地 后问恩师 徒儿常劝人没事就念佛 因为念佛时身 口一清净 又是人人可行最简易的方法 但是一般人似乎不认为有那么重要 故可否请恩师开示念佛好处 令人人受益 念佛可以净化身 口一三叶 去除烦恼 妄想 杂念 还可以去除慢心 远离恶缘 不遭恒恶 了生死 等 故愣言经云 比佛教我念佛三昧 若众生心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此则名曰香光庄严 无举一辟欲 悉时有师徒 二人在路上发现一张旧纸 于是师父请徒弟捡起来 师父问徒弟 那是什么纸 徒弟回答 是包厢的纸 他虽然被丢弃了 但香味还没散呢 二人又继续前行 看见地上有一根断了的绳子 师父请徒弟捡起来 师父又问 这是什么绳子 徒弟回答 这条绳子非常腥臭 是绑于的绳子 于是师父告诉徒弟 所有万物本是清静 皆因不同因缘 使其改变 产生不同的罪果与福报 一个人若亲近贤明之人 他的修养与学问 就会愈来愈好 若亲近邪于之人 或央随之 就好像你看到的这张纸 及这条绳子一样 尽香则香 寂予则兴 一个人若习惯某种环境 日子依旧 就会因为渐渐 熏染其特质而不自觉 于是师父说了一首寂语 彼夫染人 如尽臭物 见弥喜飞 不觉成恶 贤夫染人 如父相熏 尽至喜善 行成方节 因此念佛之理同也 后谢恩师之说明 众生烦恼重重 若能实时念佛 转返恼为菩提 才真是智慧之显现呀 然也 师徒二人谈论间 联台已抵达中央山脉原始林中 目的地已到 徒二下联台 徒儿遵命 下了联台 进入森林中 总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此时前方出现一只台湾水鹿 外形雄伟高贵 叩问恩师 今日是要访谈此只水鹿吗 然也 代为师将其原灵调出 你访问他为何会堕入 陆身之音游 以作为世人之警惕 此时既佛以佛善一山 水鹿之原灵随即被调出 并献出一中年男子之形象 先生您好 因为今日既功活佛恩师奉旨 灵我访由著书劝化世人 不知您是以何应由转为陆身 可否简略说明作为著书案例 积一些功德 男子经既功活佛点化后 随即委委道出 我生前好吃懒做 但又爱赌好酒 平常并没有正当工作 而是在地方上向商家勒索保护费 若有不从就砸坏物品 打伤人等 有时候则唆使小弟借故到商家闹事 再由我出面 收保护费帮忙摆平 或是以收清洁费之名义 抢索钱财 也曾经突发奇想 拿廉价茶叶逼商家高价购买 甚至放高利贷 最擅长动辄以威胁或言语恐吓使人心声畏惧 多行不义之结果 最后被仇杀身亡 命中之后 魂堕地府受刑 刑满就转身为高山水路 因为路没有胆囊 因此十分容易受惊吓 只要一遇风吹草动 就会急忙逃窜 随时处在经步之中 这都是因为我生前肿下 有意令别人受惊吓的因 所以才会受暴转身为水路 现今世间常出现各类恐吓招数 如假车祸真恐吓 网路恐吓 电邮恐吓 简讯恐吓 千面人恐吓 赐爱资真恐吓 贴符咒恐吓 等 而令人心声畏惧 不论是言语上或举动上之恐吓惊惑 皆会造下恶音 若恶元成熟 就有可能转声张 路中 是人亦不可以恶作聚之方式吓唬人 而令人失魂丧胆 否则来生意胆小怯懦 此皆因经步他人故也 西世人明悟之 此时既佛佛善一山 男子之缘灵又重返水路体内 好了 今日就访谈至此 我们回去吧 徒儿遵命 此时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连台往虚元堂飞回 虚元堂已到 徒儿下连台